染疫的人真的是越來越多 就怕這些確診者失聯 在社區到處趴趴走 所以新北市政府就要求 每個確診失聯個案 比照重大刑案 成立專案小組 有警方以科技增防技巧找到人 原本新北市到二十三號為止 失聯者有一百三十人 不過在警方的努力下 今天已經全部都聯絡上 披掛防護衣 戴著面罩 穿過小巷子 來敲門的玻璃師大人 可不是要來查戶口 還好門那頭有人回應 因為新北市連日來確診個案 高居全國之冠 卻有病患搞失蹤 萬一在社區裡啪啪噪 可成了防疫破口 新北市政府要求比照重大刑案 不管是登門拜訪 還是在辦公室裡面 利用科技增防技巧 就是要找到人 謝謝警察同意的辛苦 非常認真 都已經找到 統計到二十三號為止 有一百三十人失聯 幸好都已經尋貨 大部分是沒有接到聯絡電話 另外將近三成聯絡資料不完整 別再讓警銷開著救護車 全副武裝 大街小巷的找人 華市新聞張志勤 李麒婷 新北市報導